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在這一節我們一起去跟進有關疫苗的最新情況 話說香港的疫苗接種計劃在今天就正式開始 不少藍絲在這個禮拜初的時候 就已經通過網上預約的方式登記了去打針 最快今天就可以打了 這些藍絲在打完之後 紛紛都對科興疫苗讚不絕口 我說到好像天上有地下無一樣 而歐洲方面又怎樣 歐盟的最大黨歐洲人民黨 正在推動歐盟版本的疫苗護照 而他們還打算只是承認歐洲藥物管理局所通過的疫苗 現時中國和俄羅斯所製造的疫苗 就未曾獲得歐洲藥物管理局所承認 換言之如果歐洲人民黨的建議是獲得通過的話 分分鐘是會搞和了中國的疫苗在歐洲發展的機會 在說下去之前首先就要呼籲各位有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謝謝大家的支持 我們先去看看今天藍絲打針的情況 原來有不少長者 都是全靠子女幫他登記才能打科興 比如說年近70歲的黎女士宣稱 不擔心科興疫苗的安全性 而且他還說很難去預約 要他媳婦幫忙才能打針 他就希望打了針就會好些 另外做廚師的劉先生 就說幫了他70歲的父親預約之後 又幫了他媽媽預約 就說對於國產的疫苗很有信心 打了就好過不打 他又說大陸的家人已經全部打了國產疫苗 所以就不擔心任何的副作用 他還說希望打完針可以快些通關回大陸 這些很多都是子女和媳婦幫忙登記 這些是不是想博取這個賠償 為什麼會這樣幫忙登記呢 或者未必他們可能對於科興疫苗很有信心 那就不知道了 反正他喜歡打就打多一點 另外荃灣的街坊張伯就說 打針的過程順利也不覺得痛 一個月之後就會打第二針 由入場到出來剛剛好就一個小時 記者問他為什麼要打科興呢 他就說大陸東西好 現在全世界都是大陸東西最好的 記者又問他 你擔不擔心打科興 他就說當然不擔心 這麼多人都打了不見有事 你有事就該死吧 他就說這些話 當然啦 你問他擔不擔心都是多餘的 因為他都打了擔心也沒用 我看不同的報道 其實有不少人 他們打針都是很功能性的 不是說要防疫或者降低感染之後的症狀 而是很想盡快和大陸通關 他們是很想回到大陸 於是就走了去打針 我都相信有朝一日 如果大陸願意和香港恢復通關的時候 大陸方面都會提出一個要求 就是那些入境的人士需要打了疫苗 才會准許他入境 如果不是 可能就會叫他繼續去隔離 21日14日 我相信是會有這個安排 問題就是大陸都沒有斬釘截鐵地說到 究竟這個安排是會什麼時候落實 現在大家都只不過是一個主觀良好願望 除了藍絲去打針以外 原來老董和梁愛斯今天都去了打針 老董又怎麼說呢 他就說打完之後感覺非常好 一點事都沒有 呼籲每個人都應該接種疫苗 保護自己家人和香港 相信團結就可以戰勝病毒 他的感覺也是很奇怪的 譚耀宗打完之後就說好睡了 林鄭就說非常興奮 老董就說感覺非常好 不知道好在哪裡 另外梁愛斯又說打針的過程順利 沒有任何問題 感到開心 期望可以盡早通關 其實他所說的都是藍絲普遍的願望 就是盡早通關 對於那些藍絲主動去打科興疫苗 我就覺得是一件好事 因為越多藍絲打科興疫苗 代表著會釋放出越多空位 讓其他人去打來老火 當然到最後大家打不打就是一回事 但起碼在選擇上就少了人競爭 因為藍絲他們要喜歡表態 喜歡表忠 我就覺得肯去打科興疫苗的藍絲 至少就叫做知行合一 肯以行動來實踐他們口中所說的愛國口號 相反地有部份的藍絲只有口叫愛國 說一套做一套 你叫他去打科興 請頂八人大橋抬他去都未必願意 那些就為之是口頭愛國派 現在這一群肯去打科興 起碼他真的說得出做得到 我認為沒問題 最好他們打多些 另外有些人就是功能性的打針 就是為了恢復通關而去打 我估計大陸會承認科興疫苗 因為科興是他們生產的 有朝一日真的通關的時候 就應該打了科興的人 回大陸是不需要隔離的 我估計是這樣 問題就是到底外國承不承認科興 似乎又另一回事 歐盟昨晚舉行了一次視像峰會 會上作出了一個重要決定 就是27個成員國的領袖都同意 要推展歐盟的或一疫苗護照 詳情下次峰會會再討論 歐洲議會的最大黨團歐洲人民黨 在峰會召開之前 就提交了有關於疫苗護照的建議 裡面就加插了一個條款 就是指限歐洲藥物管理局所通過的疫苗 現在歐洲藥物管理局通過了哪三款的疫苗呢 第一種就是BioNTech和輝瑞那種 第二種就是Moderna 第三種就是牛津和阿斯利康那種 而俄羅斯的衛星5疫苗 大陸的國藥和科興疫苗 就未曾獲得歐洲藥物管理局的承認 如果歐洲人民黨這個建議獲得通過的話 就肯定會為中俄生產的疫苗帶來衝擊 同時也扭轉了疫苗外交的態勢 因為現在大陸就是施展這個疫苗外交的攻勢 一方面他就向很多國家 53國無常援助大陸出產的疫苗 同時也有向20多個國家推銷 有20多個國家已經承諾會買大陸的疫苗了 如果歐洲疫苗護照到最後只承認輝瑞、牛津、Moderna這三種 到時大陸就真的站在那裡了 如果歐盟的疫苗護照沒有承認大陸的疫苗 那你的疫苗找誰打嗎 而且當你打了一隻疫苗之後 理論上你要隔好一段時間才可以打另一隻 你不像是吃糖 不是吃完一粒又一粒 你不能夠不斷打完一款又到第二款 會有危險也不奇怪 所以歐洲人民黨的建議肯定是會對中俄生產的疫苗帶來衝擊 當然如果到了後期 歐洲藥物管理局是願意承認中俄疫苗的話 那就另一回事了 但是按照現在這樣的處理辦法 中俄疫苗在歐洲就應該沒有運行 其實歐洲人民黨這招很絕 分分鐘還會影響中國和俄羅斯所推動的疫苗外交 因為如果歐盟的疫苗護照真的不承認中俄疫苗的時候 就算中國和俄羅斯繼續去無償援助其他國家 當地人民在打針之前都會想清楚 究竟他打這支針是為了什麼 如果他是想打算去歐洲旅遊或者公幹 他就不會選大陸或者俄羅斯的疫苗了 因為你不承認 所以疫苗外交的效果就會打了折扣了 昨天我們也有提過 匈牙利已經承認了俄羅斯的衛星五 以及中國的國藥 而且他們也已經向國藥下訂單 買五百萬劑 但是根據當地的民意調查顯示 只有兩成七人是願意打國藥疫苗 而且這個民意調查是在歐洲人民黨作出建議之前做的 如果現在再做一次的話 分分鐘的比率更低也不奇怪 當然去到最後 究竟這個疫苗護照是會怎樣去執行 那個詳情下次歐盟峰會就會再談 但是我相信去到最後不同國家 就會有不同的疫苗護照要求 反正疫苗護照肯定就會成為大勢所趨 因為大家都不願意再飽受這個疫症的困擾 因為當別人願意開關的時候 無非都是想帶旺旅遊業製造經濟收益 如果又引入一些沒有打疫苗的人去免疫苗的時候 只會是沒完沒了 所以我相信打針就是避無可避 到最後 所以我的看法就是 如果我想去某一個國家旅遊 如果國家有要求那些入境的旅客要先打疫苗的話 我就會看看到底他承認哪一種疫苗 我就會去選擇其中一種來打 我就不會說對於這些疫苗很抗拒 事實上來說這些就是功能性的打疫苗 最重要的就不是說這隻疫苗有沒有效 根本上我一點都不關懷那些疫苗有沒有效 反而來說就是 最重要是打完之後你不要死人 或者打完之後不要有一些嚴重的副作用 我也覺得是沒問題的了 我也收貨了 為什麼我的要求會這麼低呢 就是因為如果你的旅遊都還沒開通的時候 我根本就不會很積極或者主動地尋求去打針 只有當旅遊業重新開通的時候 我才會看看要不需要打 如果要的就打 當然最好有來老貨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